近日,在诺贝尔瓢砖中国首发新一代瓷砖发布会上,诺贝尔瓷砖的长期战略顾问,特劳特战略定位咨询公司总经理邓德龙认为,瓷砖的推出意味着过去瓷砖行业占主流的传统的右砲砖被大胆否定,标志着瓷砖行业开始调结构。 这对市场规模巨大,转入门槛低,粗泡型的瓷砖行业来说,具有颠覆性的影响,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。 最典型的缩影。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,虽然是瓷砖行业,实际上你在放大镜,你看中国整个经济不是如此吗? 也没有竞争,高度分散,没有技术含量,创新严重不足。 就是中国经济的最佳,最佳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影射的平台,就是纸状。 中国这一次的转型是惊心动魄的,是无比艰难的,因为你要隔自己的命,很艰难。 所以远远不是说,茶话会一样,轻轻送送,我们就转型成功了,不是这样,真的可以叫艰苦奋斗,艰苦卓绝。 整个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体量,下滑的态势,你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,怎么可能不下滑? 不靠调结构,不靠转型,不靠转变增长方式,不靠创新,怎么可能不下行呢? 可见这一次的转型不是那么容易的,所以像诺贝尔就是一个很好的缩影。 我们认为要用五年来看这个事情,通过五年一个周期应该是能够转过来的,我们相信是可以转过来的。 中国的经济也是这样,整体的经济面如果现在开始调结构,像诺贝尔一样,一定为了引领创新,五年是可以调过来的。 邓德龙认为,行业龙头企业的发力整合往往意味着行业巨变的开始,而行业的整合不能依靠于自然的优胜掠汰,而是取决于行业的龙头企业,引领变局整合行业是龙头企业的责任所在。 行业自然的优胜掠汰是不会发生的,其实只有两种结果,要么你整合,要么被整合,作为龙头企业只有一条路,做整合者,这是它的责任,其实它是责任的。 为什么讲它是责任呢? 就实际上市场已经检验证明你做这个行业做得最好,所以你成了老大,那么你既有责任把这个行业给撑起来, 让其他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的资源,人产,全部把它挤出去,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挤出去,挤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? 去找到属于它应该为社会尽最好责任的一个地方,整个社会资源就优化了,所以这是一个领导企业必须尽的一个责任,从磁抛砖这种发布开始,就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拐点, 应该就从此是另外一个分水岭,只要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,领导品牌,开始发力整个行业,尤其是通过创新来整个行业,这个行业的巨变就会开始, 所以对手机行业的巨变是iPhone推出,iPhone一推出,摩托罗拉和洛基亚就麻烦了,就行业就格局就变了,所以这一次磁炮转的推出,标志着磁转行业开始调结构, 开始要升级了,开始要整合了,如果诺贝尔不是这样去否定自己,不去颠覆整个行业,引领行业升级更新,会有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的, 你别忘了以为这个蛋糕总是你的,你这个奶酪是有人动的,你去看行业格局, 往往一个行业格局的革命在另外一个行业,一个弄头轻的辍学的小子就把你干掉了, 什么原因是你这个行业,你自己不革自己的命,那行我来带你操劳了, 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,整个的跨界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了, 所以唯一的出路,唯一的出路是自己淘汰自己,不断淘汰自己,引领行业升级, 这是唯一的出路,这是对自己,也是对行业,都实用。 在邓德龙看来,行业龙头企业在引领变局的过程中, 往往引起竞争对手的围剿和攻击,价格战往往成为一些企业的首选, 而价格战的道路是走不通的,技术创新才是强化领导地位的根本。 市场竞争环境已经令许多企业家意识到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, 但对于创新的方向,大多数企业家仍是迷惑的。 我可以去迅速把行业的市场份额向我集中, 为什么?你只要打个价格战吧。 我去做市场研究的时候会发现,消费者一提洛贝尔就知道, 这是这样最好的此专,如果它的价格稍微往下, 它愿意放下来,它的市场份额可以很快集中呢? 但是诺贝尔没有选择走这条路,实际上我们认为此路不通, 我们认为此路不通,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强化我们的领导地位, 不创新必死亡,这个现在竞争的环境恶化到已经让大家看到了, 但是创新,前面我谈到创新的方向在哪里, 大家是,企业家总体是迷惑的, 前不久吴金莲,吴老,有一个讲话, 他说他最近接触企业家最高频率的词汇是什么? 迷惑,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, 连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? 对未来方向迷惑,他说那就华为这么大的企业, 这么优秀的企业都迷惑,可见你说的这个问题, 就是大家不知道创新往哪个方向, 可见这个问题,就很严重的问题啊,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,原来我们看到的一流的一线的企业家, 我不去点名了啊,你会看到纷纷的开始陷入到一个, 不只是迷惑了,陷入到一个危惧之中, 这恰恰证明,你说他们不聪明吗? 没有能力吗?不对啊, 他们就是被证明过有能力啊, 也有钱啊,也有技术啊, 但是为什么企业会陷入到一个危险的状态, 甚至是可能会有出局的危险, 想要恰恰证明,在新的时代, 企业家需要掌握用新的知识, 这种知识,如果不掌握的话呢, 在新的时代是生成不下来, 可以预见中国企业会大批的会被淘汰出去,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, 它确实是在悲剧中倾前进的, 当需要这种知识的时候呢, 我们已经来不及学了, 但是现实的产过竞争就扑面而来, 没有办法, 迷惑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家对未来的这种战略方向, 产生了一个看不清, 对未来看不清它才带来迷惑, 在未来战略方向, 它是一个很成熟的知识学科体系, 邓德龙认为, 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, 企业家之所以感到迷惑, 是因为缺少战略定位知识, 战略定位确定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价值, 而这是一切创新的基础, 中国人是敢于创新, 也有能力创新, 但确实还是前面谈到, 就是在战略管理方面的知识, 在战略定位方面的知识是严重不足, 技术创新要转化为真正的一项有效的创新, 它还有很长的距离, 还有一系列的战略安排, 所以你要从一项技术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业务, 让顾客能够创造需求的业务, 这里面就是需要定位加进去, 企业家在摸爬滚打之中, 他逐渐积累了很多的知识, 经验和事业, 在实践, 当然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学习了, 实践就是学习, 然后在这个实践过程中, 他也还伴随着自我的学习, 企业家他必须具备一个很强的学习能力, 因为任何企业都会迅速过失, 任何企业取得的现有的成果, 也会迅速被衰落, 所以只要这个企业家的学习能力一旦停止, 基本可以标志这个企业就停止了。 邓德龙表示, 企业为客户提供的是产品所带来的价值, 而非产品本身, 对于许多中国企业来讲, 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。 基于这一价值判断出发, 企业若明确了自身的定位, 就可以整合资源全盘发力, 否则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出局。 我这个企业, 我为了能为这个社会创造哪种独一无二的价值, 这个价值就是你的定位, 这个价值是这个企业存在的唯一的理由, 所以你为了守护这个价值, 你自己去做创新, 你整合全球的创新, 你也吸纳, 关注到最前沿的关于这方面价值的创新, 都整合竞争。 所以现在的市场竞争呢, 它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的竞争和企业的竞争, 它是一场争夺我为社会去提供哪种责任的一种这种资格的竞争, 它并不是我的产品层面竞争, 做战略定位它也是一个高知识和那个超高难度的一种实践, 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, 没有放置四海截准的一个标准答案, 商学院永远培育不出企业家, 那我还说一句话就是商学院也培育不出战略家, 它必须是在风火效应中, 不断是在企业的实践之中去磨练出来的, 历史从来不是在人道木鸽中前进的, 历史就是在悲剧中前行的, 就是必然会踏着千万具实力前行的, 这是大哲学家李周讲的话, 意味着就是大量的企业将因为不适应当下这种惨烈的竞争环境, 大量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去, 大量的企业家并不是说他不优秀, 而是方方命命都优秀, 但是因为对于战略方向的掌控的知识不足, 而要惨遭出去。 邓德龙认为,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, 数一数二的概念正在许多行业逐渐消失, 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, 对于不是第一名的企业, 需要先创造自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, 随后扩大影响力。 数一数二这个第二名, 你必须要和第一名区隔开来, 否则这个第二名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寄生的, 只是一种寄生的, 它为什么叫寄生的呢? 就是顾客和行业, 他很怕一家垄断, 他失去化一权, 所以他会培育一个第二, 那么这就是行业数一数二的来由, 第二之所以能生存, 就是顾客行业就怕一家老大全部独吞, 所以使得我所有的人都没花一权, 所以我们努力的顶一个老二, 所以他就生存了, 但这种生存并不是在建立自己有定位机会的生存之下, 所以所有的老二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第一的位置, 我可以在这个市场行业里面的最终的排位, 比方说营业额和利润规模我是老二, 但是我一定要证明我在哪方面我是绝对第一, 我在哪方面人类把这个任务交给我, 我能完成的最好, 我能服务的最佳, 我能把这个资格给证明了, 我要争夺一个这样的资格, 如果不争夺到这个资格, 这个市场的老二实际上活在人家的阴影之中, 实际上他从我们的这种战略学的角度去看, 也应该说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, 你如果是个后进者, 面对像诺贝尔这些行业领导者, 你只能是错开他, 你只能错开他, 然后你要去创新, 去创造一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小领域, 你还不能创造一个过大的领域, 过大的领域, 这些行业领导者都不会放过这个市场, 所以你只能先创造一个小领域, 在这个小领域做强, 做大之后呢, 再寻找机会, 然后去扩大, 财新网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